路跑这段旅程同时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第一院是举办路跑活动 以路跑运动推广宗教的信仰 这次的活动从前一晚就圣大开幕 法师带领着大众点灯祈福 六归国小的小朋友也特地在今天为大家带来太古的表演 本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 但我想我觉得以路跑来说 我是觉得其实就是依照你个人的能力去进行 因为有人当然就是可能跑个几公里 那如果说到后面你有跑出兴趣的话 当然真的是能够继续慢慢把礼商往上降 那其实以路跑来说我会觉得说 我觉得也不只是运动 因为就我因为以我们在跑半马的过程来说 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旅程 就是说整个不是说只有起点到终点 就是整个你在路跑的进行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对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对就啊明明就累得要死 然后很算啊不行我要撑下去 在大家的期待之下 各位跑者也都陆续完成赛事 其实修行皆在日常生活当中 透过路跑这个活动 让各位跑者可以在六龟的风景当中 透过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完成自我的修行与训练 十方新闻 郭一文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